六四屠城黑手陳希彤 六四前定世 官方背景中東社昨天傍晚報道 他在6月2日早上去世 身份敏感 消息說 遺體前日火化時 家人都要幫他用假名陳希 職業填藝私人攝影師 因為他年輕時都喜歡文學和拍照 還出過書 據外地了解 陳希彤雖然是大罪之身 但始終曾經做過中共政治局委員 有臨近六四二十四周年感敏感 所以上個月帶他離流之際 當局曾經要求全力搶救 但岩正晚期的他 最終因為多個器官衰竭離世 據陳希彤的刑期 去到今年8月至完 名義上仲是囚犯 當局不會為他發喪 據理解 他的太太、子女和部分親友 出席了前日的告別意識 1989年 陳希彤當北京市長 後來被李彤綱成 是六四北京戒嚴政治費 去年出席 與陳希彤對話錄的姚姦霍說 是有陰謀 這個本身就是官方的思想把六四責任推給陳希彤 等於這個十字架他不可避免地背上去了 我想他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姚姦霍說 他後來與江澤民拳鬥失敗 1998年 被對方搞出所謂的貪污罪症 入獄16年 前學運領袖 佛志強說 陳希彤當年作為北京市長 直接向鄧小平報告 最後導致流血收場 這個責任怎麼都退不掉